野菠菜煮水,作用厉害了,解决不少男女朋友的烦恼,谁用谁受益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植物,它的名字叫野菠菜,人称土大黄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接下来就通过视频给大家详细介绍,分享 香煎物咸草,用好结实棒 大家好,我是洪秀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朋友们来看一下,这种植物在我们民间是非常受欢迎的 野菠菜,是因为它的叶片和我们平时吃的菠菜叶子长相极似 所以人称野菠菜 野菠菜它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 在不同地方,老百姓会根据它叶子的长相给它命名 有的地方有叫牛耳大黄 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那里有这种植物吗?叫它什么名字呢? 野菠菜是一种比较有名的中草药 关于它的功效与作用 我会在评论区给大家留言分享 野菠菜虽然说在生活中很常见 但是了解它价值与用途的人却非常的少 关于这种植物,我查阅了相关资料 以及结合生活经验 给朋友们总结以下几个妙用 希望看完之后对你有所帮助 野菠菜的第一个妙用 因为它是一种民间常用的中草药 有着很高的药物价值 所以有人去专门采挖它 把它当作药材拿来售卖 像这样的野菠菜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一斤可以卖到十几元 野菠菜的第二个妙用 这么民间 很多村民都会采挖野菠菜的全猪 回家淘洗干净之后 拿来煮水洗头发 或是把野菠菜的叶片 把它放在容器里面捣碎成枝 涂抹在头发上 然后用清水洗掉即可 关于它的具体好处与详情 我会在评论区给大家留言分享 如果你也有头发方面的烦恼 大家呢 不妨留言点赞关注一下 朋友们 你们那里有人去这样做吗 野菠菜毛强在地下的根部 可是非常宝贵的药材 还有人去专门采挖它 这就是民间常用的植物 野菠菜 别名土大黄 朋友们 你认识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此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